134 《解放日報》 曼達大哥聲全線撤出上海 2015年7月14日《經濟零七本報信》 記者吳惠群 卡拉筆在駁 計企TV行業被早前桂門店數量銳減之後 最近另一家領軍企業曼達大哥聲也進入關店模式 記者昨天獲釋 去年9月份曼達大哥聲周普店企業以來 今年6、7月間 重江店、寶山店、江橋店以及五個場店相繼關門 關店十分突然 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 重江萬達廣場的大哥聲客服人員在接電話時對記者說道 記者昨天還分別撥通四家新關店的客服熱線獲釋 這四家新關店從即日起已開展會員卡餘額退款 顧客可憑身份證 會員卡餘建和銀行卡道辦家所在地的曼達廣場進行登記 有資料顯示 曼達大哥聲最早是黃健林夫人臨時投資集團旗下的一家公司 作為曼達廣場的配套產業 在四年多時間內 曼達大哥聲在全國快速擴張 2006年在廣西南寧開設第一家分店 2009年上海第一家店在周普曼達廣場開出 新關門的本市四家店中 重江曼達的大哥聲則是在去年5月剛剛開業的 今年以來 曼達大哥聲採取全面收縮戰略 其下所有89家門店計劃全部轉讓 目前已轉讓15家 上有74家門店等待轉讓 業內人士指出 曼達大哥聲的全面撤退與大環境有關 比如卡拉OK這一娛樂業態 正面臨各種新榮娛樂業態的衝擊 行業競爭過度 價格戰攤薄全行業利潤空間 線下業務受到暢霸等手機拍的衝擊等等 然而 曼達大哥聲作為一家經營主體 自身也應該反思 記者昨天登錄大探 愛平網看道 曼達大哥聲每方預下的服務質量 最終楊顧客選擇了用格投票 一位網友6月22日在曼達五個場店的點評女吐槽 好久不來 環境裝亂差 沙發上竟然有一攤黏液液的東西 試飲了打翻了沒有清理吧 廁所也不乾淨 最重要的是歌副泰塵夠了 新歌都沒有 另一位網友6月25日在曼達松江店的點評女吐槽道 前台不知道為什麽永遠那麽慢 前面就一個客人 我門景等了十幾分鐘 每次去都是等狠狗 嗯 嗯 嗯